今年的贺岁党电影确实不错 票房几天之内就已经突破很大的数字 相信今年贺岁党的票房将会奠定整个2024年中国电影的票房基础 也以此这个票房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是世界第一电影强国 所以这是蛮有意思的事情 而今年几部贺岁大片 已经引发了一些社会的热潮 比方说减肥热 很多人已经在家里面开始跳声 自家压力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忙着减肥 这也显然是源自于贾岁的那部电影热辣火烫 热辣滚烫 滚烫烫辣 让大家有了减肥的欲望 看看贾岁都瘦成那样了 确实是值得的 应该可以 当然另外一部电影是图法的 所以大家也开始学习法律 而非吃人生二 让很多人也开始向往驾车 有车生活 所以都在找地方学驾照 练车 其实这些都体现的是人民的生活 也反映了今年的贾岁的电影特别贴近现实 这些都是现实题材的电影 而这些现实题材的电影 也让中国电影业在走向世界的时候 把中国的社会 中国的现状传播到全世界 我也相信全世界会为这么一个有活力 动感的中国而欢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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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